所以当然我这样讲 各位看到我做一个烟供 我就会想很远很远 去做一个烟供 我不喜欢随便做一个烟供 随便念一念就给它随便跳过去 那这样就浪费这些食物 浪费了 一块面包可以变黄金 为什么要把一块面包变成像 就像我看到很多菩萨捏一捏一捏 然后给它丢下去 还变 我看到一堆大变 因为这里面没有爱 没有真正的悲心的时候 你丢出去的时候 变成一种垃圾不庄严 但是你有真正的悲心的时候 丢下去的时候 是我把我的生命血泪一切 布施给大海的众生 我要替它丢下去的时候 是一朵莲花 是一个庄严 所以一切为心照 一定要掌握住这个 不是我喜欢 就像刚刚做石供养 那当然有些菩萨 我来说 我像模特儿 这样 这个当然 有时候 如果我是佛陀坐在那边 我也是 他不懂 但是当然佛陀还是要教你 但是各位一定要 不要让佛陀伤心 一定不能让妈妈伤心 更不能让众生伤心 那你就要克制自己 调伏自己 你很爱发脾气 所以你可能有所依赖 等等等等 但是你这些要放下 因为你这些会让佛陀伤心 佛陀辩知一切 师父辩知一切 拉玛千诺 但是 你不能让对方伤心 所以当然 对我来讲也是大概如此 我每次看到我的 所谓叫我师父的人 他有一点点 离开佛法的时候 我就会心里很痛 我就可以体悟 哇 那佛陀还得了 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人在念他的名字 有多少人在念 观音菩萨的名字 你每念一次 他就痛一次 我终于了解了 所以那时候 祖王仁波切给我说 当他念 奥玛丽伯美哄的时候 他就会 他就会一直掉眼泪 他就会一直掉眼泪 因为佛菩萨好痛 好痛 所以我想 就像一个 小baby 他一直发烧 一直叫妈 医生说 他可能活不了 你看那个妈妈 心里都痛 所以 在这种时候 我们 你要发起这个心态 我要用 圆满成佛的菩提心 来供养佛 所以每一个佛 在阴地 还用一朵花 都用一杯水 用几根稻草 用一个茅毯 用一件衣服 去供养过去佛的时候 他都是发这种心的 所以 他要用 整个的生命 去供养佛陀 去圆满佛陀的 菩提心 而让诸佛 唤醒 所以我想 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 也就是学这个 到每一个佛面前 去让佛 证明你 发菩提心 去供养佛 去让诸佛 唤醒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是为了成佛的 成佛是为了 牺牲自己 奉献众生的 敬畏来祭的 所以我想各位 点个灯也好 点一个香也好 供个水也好 做个食供养 做个甘露丝丝 那你要有这样一个 圆满的心态 这个叫用心供养 心香一柱 心燃五分 所以点香 心中的菩提灯 所以每一个供养 都是如此 我想你说 供养最好的给佛陀 佛陀就要把这个 最好的供养 给所有众生 我想孝顺的baby 拿一块糖果塞给妈妈 妈妈心好甜 但是妈妈目的 赶快就那个儿子吃 儿子吃 妈妈吃过了 妈妈肚子饿也说 妈妈吃过了 所以当我们学佛以后 各位要一直体悟佛陀的心 这是我的习惯 我看地上经 我看任何一个 我要做任何酒 但佛在想什么 佛为什么要叫我 修这个仪轨 佛为什么要叫我 念阿弥陀佛 佛陀为什么要我 去布施甘露 佛陀为什么要我 去念这个咒 咒就是心 念佛还是正念 还是佛陀的心 一心念佛 你要掌握住这个 你不能用你的个性 来念佛 如果你用你的个性 来念佛 那念佛就没意义了 因为我们的个性 有贪嗔痴 傲慢 各种的习性 就是转不过来 所以当你在念佛 当你在诵经 当你在词咒 当你在诗诗 当你在点灯 你都要用圆满的 佛陀的心 来爱众生 那个时候你就学会了 你一天做一次 你一天做两次 慢慢慢慢 你就跟佛的心 合在一起 然后最后你会发现什么 你一想 原来他就是我 因为你已经看到佛陀的心 就是看到你自己了 就像你看到你的独生子 你想抱他一样 我怎么看到我自己了 因为你的心跟佛陀 合在一起了 所以那个时候你学会了 原来你看到佛陀了 看到佛的心了 你想要跟他抱在一起 供养他 那时候你学会这个以后 你就懂得看一只狗 原来他也是我心中的佛 就像杨洁摩罗 杀人魔王杀了这么多 但是佛陀转过来 看他的时候 越爱三昧 佛陀是用这种全然的爱 去爱他 对一个杀人魔王来讲 刚刚差一点杀什么吗 而且他现在要杀佛陀 佛陀看他的还是一种全然的爱 因为这样让这个杀手感动了 他怎么会看到佛陀的脸这么庄严 甚至他怎么整个心都融化掉了 他怎么就可以去杀一个圣者 佛陀永远如此 对魔 对阿瑟斯王派来的神剑手 五个人要把佛陀射死 佛陀的眼睛一看他们的时候 五个人都跪下来 怎么可以去杀死这么庄严 因为他看到自己了 你有佛性 所以不要去伤害自己 因为别人也是你自己 所以整个佛教佛陀最后讲一句话 来 保护自己 保护别人 不要去伤害你自己 所以 但是你如果找到了这个 你永远会看到对方伤害你的时候 你还是觉得你是我的最爱 没有别的方法 对方伤害不了你 对方永远伤害不了你 因为无论对方是如何 他永远是你心中的月亮 因为你保留了这个 但是各位 如果你学不到这个 你会很可怜 全天下这么多女人 全天下这么多男人 然后你都会觉得 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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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天都会觉得很孤独 你每天都在找找找找 却不知道在你心里面 你心里面是如此 世界就变如此 你就不用去 一定要做什么 所以你们在《仪教经》里面就 无修而修 无念而念 因为它本来存在 法尔如是 过去 现在 未来 这个佛性 这个爱 这个慈悲 它本来就在那边 只是你跑开了 你跑开了 离开了 所以佛陀给我们讲这个教法 菩提心的教法 他就利用这个道次第 让你恢复 恢复回来 你找到他了就好 但是找到他了以后 开始点燃别人嘛 传灯 透过你的身口意 让别人看到他自己 就像佛陀 他光一个像 他光一个名字 他光一个咒语 他光一个经典也好 名号也好 你就看到你自己 你就不用再痛苦轮回了 所以因为佛陀承受我们一切苦难 所以我认为 当我们想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就像我要去做你的老师 我要去做你的医生 那自己都想好了 你所有的痛苦都给我 因为我是你的老师 因为我是你的医生 因为我是你的爸爸 因为我是你的太太 因为我是你的司机 我可以死 但是主人不会死 所以各位要 要有这个决心 我无以众生 众生无边是缘度 那这样呢 来做任何的遗轨 所以你要让佛欢喜 让众生离苦 那重点是在 你要保持一个菩提心 一个佛的心 但是你要有这个追求 就看经典有用 如果你不知道 你是为了承担众生苦 而来看经典的 那你会把经典当作一种知识 比较 我可能是研究所的 我是活法博士 但是你看对方的眼神 就觉得 你不爱我 各位 请问你爸爸妈妈爱你 知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 请问你的老公老婆爱你 知不知道 你当然知道 就只有你知道 就像一个女生 跟你讲说 我已经对你没感觉 你完蛋了 你完蛋了 所以好像这句话很残酷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 从内心里面 不要有任何不圆满的动机 人跟人之间 都不能有一点杂 所以念下来 执心是道场 从内心的爱 关怀 真心 不用包装 不用包装 我要特别讲得很好 我要特别写得很好 就像一个 一个女人 她很爱这个男人 她去化妆化妆 那问题是男人 对她有没有感觉 男人看她化妆 只会讲两个字 什么意思 恶心 天哪 可能 如果我这带女人 我会哭死 我为了你 你还恶心 所以真爱 跟年纪没关系 跟外表没关系 跟有没有钱没关系 但是这个社会 已经变成这样 为名为利 所以我也考虑了很久 我要出家 我想了很久 我在这个世间 打滚了这么久 我的任何一个经验 好像都比别人多一点 这也是被安排的 我了解一切 所以我从小 被我爸爸带着去 看的都是 那时候在台湾 包括国外 最有钱 最有名的人 所以 我都看过了 所以他们在讲话 然后我就在旁边 甚至他们替我倒水 我都看了 我爸爸就说 这个就这样 那样就这样 都是讲那些出名的 我从小就有这个压力 我爸爸都带我 这看看这些 一记棒的 第一名的 所以 因为我爸爸 也是第一名的 这样 他也希望 我是第一名的 所以 但是我会觉得 有一点痛苦 这不是我要的 这种第一名太痛苦了 活在别人的眼睛里面 硬撑 硬撑的第一名 所以当我跟我妈妈 出去市场走一走 我那叫第一名 我牵着我妈妈的手 我就第一名了 我很快乐 因为妈妈对你无所求 爱你 我记得小时候 我有一次感冒 我妈妈那时候还小 在高雄 那时候好像没计程车 他就租了一个三轮车 载着我 然后买了很多水果 他说等一下你吃药 因为吃中药会苦 他说妈妈 等一下你吃药配这个 对 还买了很多糖果 我看到糖果 完蛋了 要去打针了 所以妈妈就是知道 就不要你苦 先把甜的给你 把奖品给你 所以我会觉得说 对啊 多幸福啊 多快乐啊 所以我妈妈一点点苦 我就快心脏很裂开一样 所以我爸爸用一个圆满的 一个所谓的知识教育 社会教育 权力教育 世界的教育 告诉我 但是我觉得不快乐 但我妈妈就用一个 很自然的 无虚伪的 所以 当回家的时候 他就首先给你微笑 这样 然后呢摸摸你 这样就快乐了 我老爸呢 考试考了好不好 第几分 他最会给我压力 但是我认为 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就是佛法 缺一不可 智慧也方便 智慧也方便 讲到法要这么严谨 但是讲到慈悲 要这么柔软 所以因为讲到法就是空性 如果你不达到空性 你就很苦烦恼 所以要很严谨